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不是刷经验 看着满血 用个精神加管血 关键时刻救命用 这大唐 轻大唐顺便整两只宝宝 这不就回来了吗 对不对 光鸡毛 我跟你讲 这都不是回来了 这结束了 浩文现在啥本派 花火山还是女儿村 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玩物理系 后来好像又是女儿村 女儿 我是浩文的颜值粉 我能get到他的眼睛 还有永不磨损的 那个我2019年 又天地 我感觉 在挖这场pk打的从全场到结尾 好像没耸过 心如止水 特别平静 就感觉好像我包吃那种感觉 如果赢了的话 就是降维打击 输了的话就是捧了 对这场pk打的很自信 不被守卫尾 略是也进攻 尸多伤害为啥这么低 他被射魂了 我知道了 该瓜把2008当成生日快乐了 速递仍然生效 因为2008生日快乐是梦幻第一火福 第二火福 很多人把他俩弄不清楚 呆瓜 以为对面是生日 就痛下杀手 飞里面你们不那么高兴 等哪天他招风又要翻盘了 哈哈哈哈 中加神用几率 你估计全磨的 去那么巫童预判了 巫童常年开会见 卧槽 这地厅弓的 不对 这神马是弓的 牛逼 肚铁金身 那就应该没有相形 对面血线不太健康 相形不划算 魔镜飞起了 巫童轻易不预错 预测一次果然错 这个护佑用出来了 血转 这鹰鸡感觉打得好痛 啊 窗 这地厅够不够可 鹤子大场 这这地厅好慢 等等 这画声来 吧 卧槽 直接干地幅五千 直接干 画声四千 你妈全磨加点 好像雇报后在归须的用的那种地形效果 顶着罗汉炸1万没有罗汉炸2万 白瓜好过分 情语哥说48打勾打打神马我看时间时间好像没当 哎 行了这也算是把硬件发挥到极致了有地平流了干嘛呀都能让他放手里还扁 看看对面没有磁行 灰素宝宝有机会磁行的 看着状态压子就已经预判好了对面准备磁行来再来一次推速 再出神马他偷久下回可以磁行不了 盘斯洞没有分特技啊扔发分侠 发分失败 直接解封 这是啥意思啊 出了一只傻宝宝这是 来叠个漫天 三人立体好凶 化成是干啥的起来 偷把伯打 赖瓜这么打 还有人可以那边帮着 赖瓜不这么打 吃不上饭呢 刚才的地厅突然一下就那么凶啊速度慢一点 主性高那么多 出地厅还是要看司机 遇到是不是缺少一个防止易速手势的夜楼上呀 手势易速防磁行的夜楼上 这么重大的更新并且消耗资金的就我来吧 毕竟得买个三技能吧 三技能的宝宝 啊这是让武童 武童买单了武童买单了行武童可以 哈哈哈 进阶110了吗武童 四技能的带出其不易 五技能的带一致 没有四号怎么出 他们有四号 他们出不过一次 无童的服战态度可以 全服领先全服先三 上个一个有这样服战态度的老板还是文革 无童只比文革差了钱 我说的是珍宝格的文革 就是对团队细节的那种拿捏 甚至已经可以跟指挥差不多了 啊 啊